先去買糯米吧 糯米紅豆綠豆 嗨,大家好,我是陶雞婆 今年由於孕了一個四月 要不然的話端午節其實已經到了 今天我就來做粽子吃 做粽子其實我小的時候都會 來看我的手藝 是時候展現真正的技術 陶雞公竟然不相信我會包粽子 我們先把糯米清醒完了之後 浸泡兩小時 好,浸泡兩小時,備用 那綠豆呢?你不是買了綠豆嗎? 哦,這個嘛,綠豆是我明天要熬綠豆肉的 綠豆不放嗎?不放 好,我們這個時間把肉給切一下 這是我那會兒泡的辣瘦肉 這不是我剁的豬蹄嗎? 對,就是豬蹄上的肉 現在把它切成丁 你是不是都沒吃過辣肉粽? 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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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不僅要做辣肉粽 我還做俘乳粽 俘乳粽就別做了吧 不然接受不了 擦水也避掉 現在把它們攪拌均勻 加點鹽,少加點鹽,因為是腊肉,腊肉本身就有鮮味 攪拌均勻 放好了,把它放一旁靜置一會兒 讓腊肉的咸味,然後軒軟到米裏面 把粽葉放到冷水裏面 放幾個紅棗,跟著粽葉一起煮 這樣的話,粽葉煮出來的味道會有紅棗的香甜味 水開了 放火 把粽葉撈出來 本來待會兒把它晾,晾等的我就可以開始煲了 聞到了竹子的味道沒? 聞到了 這是包粽子的棉線一卷 現在我們來開始包粽子 包粽子要用兩片竹葉 兩片竹葉 你昨天不是說你從小只用一片竹葉 用兩片竹葉包的好一些 兩片竹葉就選擇光滑的那一面朝上 然後把它疊成一個三角形 看這裡,這裡就做一個,做一個兜子 看這個兜子怎麼樣,可以兜水,可以搖水的 下面塞一顆紅棗,半顆紅棗 這樣是為了防止糯米 然後我們再把 裝進這個兜子裡面 這個手捏緊,把這兒捏緊 壓一下 把它壓結實 好,就這樣把它給包起來,一定要捏緊啊 其實也可以 好,準備煮粽子吧 棕葉包沒了 料還剩一點 好,準備煮粽子吧 然後這一點料再熟吧 可以把它做成別的吃 沒事,有幾個不是包的挺好的嗎 唯一一個這個好一點 這個不就是包的挺好的嗎 粽子反正就是那個意思就行了 為啥要煮一個小時呢,太沉了吧 一個是糯米啊,糯米的話 本身就不容易熟 二一個就是糯米,煮的時間 更久的話,它就會更軟糯 終於一個小時到了 中途我加了兩次水 撈起來,快趕緊吃 吃粽子了 好了,開吃兒包 拿剪刀吧 不用,找到開口就好 你這刀的粽子還非現實啊 你這刀的粽子 我來嘗一下啊 包的有點兒醜啊 我闻到了一股辣肉味 可以 咸粽子好吃 小时候吃的就是糯米 觉得粽子其实没有什么味道 因为就是一坨糯米 现在真的是想吃什么 我的腐乳没包呢 你不要再说腐乳了 怎么样 是有那个味道 虽然颜值不够 味道来凑 我觉得比外面买的还是好吃一些 是吗 嗯 这有一头肉来给你 你吃你吃 你吃你吃 妈妈快 可以吃那个味道 嗯 我家还恰恰了 福晋小时候 我们家反而是包了一次粽子 然后每年耽误节的时候 其实别人家再包 我们家 因为很忙这个时候 特别忙 就是 所以大人就不会 我爸爸就不会长毛包粽子 就别人包粽子 我来看见 就是好羡慕 竟然从叶子上滑下来了 好 其实这样的话 就是30包的成功了 你看 再来一张 明天再吃吧 粽子虽然好吃 但是也不能多吃 因为糯米不好消化 嗯 那酱很好吃 再分一个吧 那视频就到这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